大家好,今天讲一讲学区房 学区房最近又在热搜火了一把 标题是学区房挂580万,北京的 房主两次加价到620万成交了 那么他就是在堵车的过程当中 涨了40万,学区房某些地方 只要能签,几乎就是秒杀 说门口聚集,堪比,结婚结新娘 乌泱乌泱的那人都在那等待着买学区房 约定的商谈时间到了 然后经纪人和系统报备几家 异项客户都到场 唯独房主还没出现 过了一会儿,房主没有出现 就经纪人通知大家 房主已经涨20万了,600万了 之后呢,很多人在争抢 一夜之间,堵车的过程当中 已经涨到40万 最后620万成交 单价已经超过12万每平米 还有人感慨说最近有个老朋友特别焦虑 头发一掉一大把 原因很简单 人在北京,孩子快到年龄了 准备上学了 他要买学区房 一会儿我给你讲 我对学区房比较有发言权 他现在住的呢,是一个120平的房 然后位置比较偏,学区挺差 需要把这房子卖,置换成一个学区房 但是就得需要一大笔钱 那个学区房才50平米 看起来条件不好 但是他也不停的在感慨啊 学区房怎么能这么贵呢 这是北京的情况 上海学区房最近也上了微博的热搜嘛 但是那边的情况和北京好像是截然相反的 因为在两会过后吧 上海教委公布了一个 关于高中阶段学生招生的一个 录取改革实施办法 这个办法呢 简而言之的说吧 就是从22年起吧 普通的初中考上优质高中的学生数量 将会明显增加 这个实施办法直接导致的是这个后果 没有提房价两个字 但是这么一个后果 所导致学区房呢 将会凉凉 在上海地区是这样 那么有的人说 是不是北京这个学区房 也是一种最后的疯狂呢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我了解的情况 因为我也在北京首都受过教育啊 我呢 过去在一个学区不是很好的地方 我也深有体会啊 学区房对一个普通家庭 北京市民的重要性 那么在北京教育成本 占了一个家庭生活开支的60% 也就是说 现在北京公认的教育质量 比较好的地方有四个区 东城西城海淀和朝阳 985211 这些大学考生基本上都是来自这四个区域 然后八城呢 是来自海淀和西城 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叫做 西城上学拼爹家拼钱 海淀上学是拼娃家拼钱 还有一个说法叫东富西贵啊 什么意思呢 西城区大部分都是一些军区和政府官员子女 他们享受的是区域绝佳和教育配套 但是东城区呢 虽然人数少 东城是富裕啊 有很多的百年名校教育质量不输西城 而海淀区呢 是一个后期之秀 就是说很多的科技企业啊 中国硅谷 中关村是在那地方 所以聚集了大批的顶尖人才 以及他们的子女 我给你捋一下哈 我过去所了解的一些学校哈 好一点的 你像西城区哈 我印象当中的市重点中学 就有四中八中啊 161中实验中学 师大二副中 好像就这五所 然后以前四中是number one的啊 在整个北京市 但现在有所改变了 现在海淀的人大副中 居然超过了四中 这个学生的质量 我经常路过人大副 看的门口好多的家长 一看就是非常有学问的 开着都是豪车 然后你看名师 像李永乐老师 就是出自人大副中 对吧 四中 在我们那个年代是number one 现在已经排第二或第三名了 对吧 海淀区 北大 人大副 清华副 101 现在还出了一个十一学校 也一支独秀了 然后东城区 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分崇文和宣武 我记得崇文有一个学校比较好 叫惠文中学 还有五十是市中点 师大副中在宣武 然后十五中也不错 那么东城区的话 我记得有二中五中和五十五中 五十五中算是不是特别好 这就是大致的一个北京的一个好的市中点 即中学 当时我记得是这些哈 你像海淀区就是属于整体的教育水平非常的高 然后那个有一些优秀的就是学区在 比如说万柳那地方有中关村三小 然后紧邻着那些人民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 还有一个低调的顶豪小区 顶级豪华小区 叫万柳书院 知道那边均价是多少钱吗 四千万元起 这个学区里边住的都是科技行业的大老级人物 一般人还住不进去呢 那么除了万柳书院这个特例哈 那一边就海淀的那个整体的房价都不低 是十一万九千每平米起 西城区的平均二手房均价都要在十万以上 大约在十二到十六万每平米 十二到十六万 东城区呢 这几年有人说东城区不太好了 就是虽然有很多百年名校 像石家胡同啊 那个景山啊 那边哈 和平礼 但是和西城和这个海淀比那就不行了 然后在朝阳区的话呢 这几年来说更不行了 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大区 它变成第二梯队了 像我当时哈 记得九十年代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就记得有一个八十中还是比较不错的 其他的都说排不上名次 或者说被人遗忘 对不起啊 朝阳人 我可能说这话有点不太中听 对于朝阳区的人来说 但是均价呢 是在七万到十万左右每平米 你看北京其他的区域呢 就是丰台有一个十二中 顺义区有个牛兰山 一中比较出名 牛兰山二国头 石井山有一个九中比较不错 通州是后起之秀 因为副中心签过去了 很肯定有教育资源也过去了 这就是大致的一个我了解的就是学区房在北京的一个情况吧 有人会说北京户口没啥用 你看人家出国都比拿北京户口容易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能挤进北京上这些好学校 这是为下一代着想 很多那些科技行业的大佬 或者是名人 他们是投资于下一代的 他们下一代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上了一个好中学 等于就是赢在了起跑线上 之后你不管他是送到国外 还是在国内继续深造 他都比别人就是比你从乡村里或小城市出来的人要高出一截 这个咱们不得不得承认 不要太一味的贬低北京户口的价值 他背后牵扯到的是一个教育资源 这个东西是非常值钱的 对吧 好 再聊一聊我在首都上学的一个体验吧 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我就不详细展开了 先说小学吧 我们的小学呢 我们不是一个学区很好的地方啊 虽然是在比较靠近市中心的地方 这个小学上了有八个班 然后每个班有四十多个学生 你想想当时正好赶上的一波这个婴儿潮吧 我们班分了三拨人 一个是来自某某厂的 一个是来自某某局的和一个是来自某某会的 但是这三拨人里某某会的那拨家长的孩子就是在班里边是最富裕的 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最好的 家长经常会给班主任送一些礼送礼成风 送个挂礼呀 送点红包啊 送个什么花啊 什么的 所以呢 班主任特别器重的是那些经常送礼的 所以我们的经常评选一些小队长啊 中队长啊 课代表啊 基本上都是某某会的 他们那拨学生的评得上 像我们这个某某厂某某局的稍微差一点的 那老师就不给好眼色 尤其是我上五六年级的时候 那个班主任就显得非常的势利 我当时还不明白 为什么对我们那么不好 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 但是我就不如那有一个平上小队长的那个学生 他最后比我分数就是小生初的时候 比我分数少了大约有十几分二十多分 但是他却上了一个相对好一点的中学 而我呢 就由于可能是没给老师送礼的原因吧 老师一直对我态度很差 就是老师在暗示我需要让我家长定期送点东西 那我也没有心领神会他的意思呢 我呢就只好被他所冷落比试 然后呢到了小生初的时候 虽然我比那小队长多考了十分二十分 但是我还是仍然被大拨轰到我们附近的一个中学了 这个中学就是很可怕的一个中学 怎么个可怕法呢 因为有一句俗话叫某某中大门朝北 不是流氓就是土匪 这个就是形容我们这类学校的 就是说我这个学校是非常差的 但是我又很不幸的是 我又被分到了最差的一个班里边 这个班里普遍大家的一个共识 就是学习没用论 就是说学习好 像我似的到那学校里 我学习确实是拔尖的 到班里也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学习好是在这个学生里边是遭人鄙视的 被人看不起的 而且我们那个班特别乱 那个班里边没有人能震得住 班主任连着换了好几个都震不住我们的班 第一个是一个女班主任 他实在是管不了 震不住我们这帮男生 然后就不干了 第二个来了一个男班主任 但是他又是一个三脚踢不出个屁的 不是特别的有震慑力 最后那个班主任牛了 他是一个北京人50多岁的 即将退休的 但是他非常有能力 然后就能把这些学生震住 他为什么能震得住我们班 是因为他有过60年代的时候 有过一段知青的经历 去的北大荒 在条件最艰苦的地方 干了好几年 是一个女性 但是过去以后 剃了一个秃瓢 然后做男性的活 他经常会讲到这一段经历 所以有个好的社会的阅历 对一个人的成长 性格的磨练 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你看他就是看到这种情况 气场特别足 然后一下子就把这个班管好了 班里的闹将 看到他以后就乖乖的 就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都得配合他 这个就是说来话长了吧 以后有机会的话 给你讲一讲 在我们的初中 有过很多特别好玩 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呢 话扯得有点远了 我们今天就是讲的是这个学区房 学区房现在在北京 仍然是一个香菠菠 580万涨到620万 一夜之间涨了40万 我的这个观众里边 还有想要买房的朋友吧 他不一定买学区房吧 还参考问我了一下意见 就是买大兴还是买通州 我个人认为 您可以去通州看一下 大兴应该没有通州好 如果您近期要买房的话呢 就参考一下学区的概念 最近吵得比较火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么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就是最近聊一聊北京的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赖 Avi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